在看影片前 大家記得分享讚好和訂閱卓劍明家 最重要是按這個小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 我們待會再講書畫方面的事情 我們先講醫療方面的問題 因為我自己看到今時今日的教育 因為我和你好像差不多年代 我們都是五零年代 我五零年代尾 即是我大過你幾年 我是五零年代中 即是說你現在還是全廢搭車 是的 我剛剛今年年中開始有獎者優惠 是嗎 我們那一年代我覺得得育很重視 老師上課經常都很強調 你要做個好人 不要做壞事 但現在看成績為上 缺少了這件事 是的 所以我們會見到有些很厲害的人 但做一些很厲害的犯法的事 即是IQ高就EQ低 是的 好 很明顯的例子就是那些計數很厲害 在一些才藝上面 可能在一些股票或者什麼 做一些delirative 所以那時候 Lehman Brothers那些 是一些很厲害計數的人 才可以做到這樣的東西出來 因為他計完出來之後 其他人都不明白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的 總之你就是去買的了 嗯 其實醫生都有 嗯 是的 其實更令人害怕 因為你 可能做出來的結果是 就是life and death的一個決定 嗯 那麼 你也就是說 最多人認識你 就是因為SARS這個機會 就是說 本來是一個危機 但是這個危機就變成了 是一個機會 給很多人成長的 那包括 即是你是其中一個 那就 好像說 什麼亞洲 那些不好 OK 但是跟著下去 你又做中大校長 那做校長的時候 你的名聲又更加高些 因為你是歷史上 很多人都說你是中大最受歡迎的校長 當初你 因為你有跟我說過 為何你會無緣無故去做校長 當然有人輪選提名 各樣的事情 但是你有一個致命 其實我真的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會做校長 因為我都不是一個教育家的出身 雖然你都想做教師 想做教師 但是我沒有受到教育的訓練 就是我沒有一張Cert 是做教育的 是 但是沙士之後 其實我有一個體會 就是我覺得 如果我是一個好醫生 那我就最多一生裏面 可能看一萬個病人 如果我教了一萬個學生的話 一萬成一萬的話 那個數目就可以很大 那就是 還有好像你剛才所說 一個好的醫生 其實不單是醫術上的東西 而是他的道德 還有他對人有沒有這種同理心 那所以就 開始就覺得 我想給多點時間去接觸學生 那是由這樣開始 是接觸醫學生 和不是醫學生的大學生 那當時成為了日夫書院 一間中文大學一間書院的院長 那是很偶然的事 但是我就覺得 我很喜歡跟年輕人在一起 是 因為我覺得他們是 還是比較直接 他喜歡你就喜歡你 他不喜歡你就不喜歡你 那 喜歡你真的可以走過來 抱著你這樣 是很熱情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在他這樣的階段 我能夠把我的 一生的故事 一些學到的教訓 和他分享就好 但是沒有想過 突然之間 馬林校長會問我 可不可以提名我做下一任校長 那當時其實校方和師生的關係 是比較決裂的 那我自己覺得 如果我能夠做一些事情 是讓老師學生和校方 可以多些信任 可以多些在一起 就好 就是一個這麼天真的一個想法 但是沒有想過原來是 後面是可以這麼大件事 其實有很多事情都是 就是說我們的心 是想要做一件事 那就不要想那麼多 你只是去做了 但是做了之後 如果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 有誤解諸如此類 不要緊的 正如你開始的時候說 做回自己 總之我的目的是這樣 我希望老師學生校長 就是校方全部的關係 可以搞好一些 我於是去做 在做的過程裡面 我會出席什麼場合 我會做了什麼事 總之我認為是對這件事有益的 但是如果別人不明白的時候 你也不用解釋 因為解釋也沒有用的 那倒是的 但是當你實在在一個 船窩的風暴的中心的時候 當你在一個很熱的廚房當中的時候 其實就 不是那麼容易 是處理 不是那麼容易 是說什麼我都可以 就是 忽就而去 這樣 那 所以我都要承認 就是當時我都有一些 有些時間 我覺得是很困難 嗯 我覺得是很大壓力 嗯 當然就是 如果能夠做到 師父你這樣放下 一些的 自己的個人的得失 人生的一些執著 這樣 那你就可以深無掛礙 就能夠處之泰然多一些 但是做到蘇東波說的 回首向來消失處 也無風雨也無情 其實是很難的 是很難的 怎麼可以沒有風雨呢 一天也有風雨 是呀 怎麼會沒有情天 有時是真的開始是好天 是一樣有的 我亦都知道是有的 但是它不影響我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重點 就是你專念 是 所以 還有學習當中 因為剛才我們有講到 畫畫寫字 因為你上次講的都挺好笑的 就是你說 我有時候都寫字 那些人又很喜歡 不知道送什麼好 那就送福祉 哇 比我還開心 給我送禮物 是的 我覺得寫字有三個好處 第一就是 一個經濟效益很高的活動 因為你知道做校長 很多人捐錢 或者捐東西給大學 我們都不知道 送什麼東西給他 因為他這麼有錢 我難道買一塊鑽石給他 沒有什麼東西 在他眼裡是沒有的 但是如果他真的喜歡你 或者喜歡你的學校 那你自己親手寫幾隻字給他 那他是很珍惜的 是的 我不說哪一個 但是都有很多個香港的很知名度的 很支持教育的人都有我的字 這個經濟效益 第二就是 其實對於我自己 那個得益是更大的 嗯 因為我發覺寫字其實 對於我來說 是一種的 類似禪修 那樣的東西 嗯 在拿起筆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的時候 你那種的呼吸 你的 覺察 你的 你的提 你的筆 你的筆是提 還是按 你的快與慢 就 把你的精神集中在裡面 所以有些時候 大學開完了一個很頭痛的 什麼財政 財赤 怎麼解決一下 這些會議之後 寫回一個多小時的字 你就可以 頭就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頭痛 所以對於我來說 是有一種很好的治療的作用 那你現在就進一步畫畫了 那第三就是 在寫的時候 我就會選一些 以前古人的一些名句 那一路寫的時候 我就會在想 為什麼他會這樣說 為什麼他會說 行到水窮處 坐漢雲起時 那這種心態 你一路寫 你會進入去 他那個 好像和王維一起走在山林的裡面 看到水間或者瀑布流下來 然後你前面沒有路走 那你坐下 你想一下人生去到 一個很困難的時候 沒有路走 那你不如停一停 然後 看到那個魂是升起來上來 就好像你的題目一樣 停一停 心呼吸 那這些古人的智慧 是透過書法 和你自己的默想 是可以不出一些的道理 然後你現在又有學畫國畫 那就是說畫畫的時候 和寫字其實都是一樣 在過程裡面 你都可以心無掛愛 總之就是專心 其實你是攝影專家 你知道了 我們平常身邊很多很漂亮的東西 我們是留意不到的 是當你拿著相機 然後你關閉了一些東西 有景深 什麼什麼的時候 你突然間覺得一朵很平凡的花 都會很漂亮的 那我自己都 開始覺得 就是我 人生錯過了太多漂亮的東西 然後我就開始想學畫 但是其實我是很懶的 我學書法也是學了十多堂 我就沒有再學的了 自己去摸摸摸摸 那我學畫畫 學了八堂 我跟老師說 我說我只是學潑墨 因為我沒有時間去慢慢 工筆了來了去 我說你教我這樣潑來潑去 總之潑了山水出來就行 他說不行的 他說你起碼要學四堂工筆 畫到梅蘭谷竹 還有一些石 那我才開始教你潑墨 所以我就學了八堂 但是我覺得那個 又是有一種治療的作用 就是你看到原來 那些墨這樣散出去的時候 在那張紙上 不知道為什麼會好像在走路 有生命的 是有生命的 那張紙你噴濕一點水 它會自己走過 那些墨 那你很開心 還有你畫了一朵花出來 再配上一些字 那你會覺得很能夠 將你心裡面想的東西 是可以表達出來的 譬如我最後那一幅是一個河花 你有帶來跟大家分享的 是的 我自己小時候都讀過周敦儀的愛蓮說 他講各種花都有他的特色 就是梅花又怎樣 菊花又怎樣 但是他說最漂亮的 其實最好的都是蓮花 因為出衣烏黎而不嫌 沒錯 作青年而不嫖 中通愛直 不萬不知 那我就叫老師教我畫荷花 那我這些葉就是 我從來都不知道原來畫葉是這樣的 但是他說 看看有多有趣的顏色 但是畫到那一朵花 他說其實那一朵花不是最難畫的 是畫那一朵花的幹 他說所有人看河花 看你夠不夠功力 不是看那一朵花的 是看那一朵樹幹的 所以我就畫了一朵樹幹的一朵花 然後就寫著 中通愛直 不萬不知 向遠亦清 亭平靜靜 應該是《愛蓮說》裏面的一句說話 我覺得在大自然的植物和生物當中 其實我們應該可以領回到很多人生一些很重要的道理 這一個部分我很重要 這一個真是看到生命 譬如說 那幾條魚 是的 那幾條魚 我簡直是感覺到它是柔緊 而且因為你沒有畫過頭眼 之類之類的 因為它在水裡 它是真的看不真 應該 如果你看得很真 它就好像浮出來 是的 而這個岸邊 譬如說 這是葉來的 是葉來的 是葉來的 另外那個框 是否叫做框還是靜 是的 你現在畫得很成功 這是第一次畫的 那就是你有天分 不是 我想寫字之後 老師說我因為學過寫字 所以我學畫畫是容易一點的 因為他說你知道怎樣用中風 用側風 用什麼 但是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原來不是要畫得很複雜 才能夠表達到那種意境 是的 我以前看Monnais那些畫 我覺得印象派有什麼好看 夢就慘 但現在也看不到 當然要畫得很真才叫漂亮 但原來不是 原來我們對於身邊很多的事物 其實是一種印象 是的 幾塊顏色就可能已經帶出了那種印象 是的 這個也是我經常強調 攝影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看不到的部分 因為感覺是最重要的 是的 還有畫畫 老師教了我一件很重要的 他經常都說你要留意兩件事 第一一定要有留白的地方 要有空的地方 是 不要畫到滿了 是 所以他說就算有一張紙 你畫些竹都是這裡畫兩條 這裡畫兩條就好了 中間要留一個很大的空間 是 因為有一個比較近代的畫家 叫王斌雄 他都有講過 就說古人作畫用心於無筆默處 就是說反而是不畫那個地方 才是 所以說那些瀑布的留白 就是不畫那裡才是最美的 那些雲都是不畫那裡 這是學了畫畫之後第一件要留意到 其實這件事我也覺得有些啟示 例如說現在在電腦旁邊 或者手機旁邊的朋友 如果你是有小孩子的話 其實留白對於小朋友都很重要 因為現在的階段是排到密切的 即是說不論是學術的東西也好 興趣的東西也好 全部排密了 完全沒有留白的空間 那個小朋友就會覺得很大壓力 就算那件事是你排他去打球 或者去玩 你都是排了密麻麻的 其實他是完全沒有空間 第二件他就說你的那些物件 就一定不要放在12點鐘、3點鐘、6點鐘 就像你們拍照一樣 所以就一定要在旁邊 才能夠顯出整幅畫的構圖 這方面我其實也不太了解 為什麼不可以放在3點、6點 其實我覺得你聽完之後 你就忘記了它 因為那件事會令你日後的創作 變成一種束縛 總之你聽完之後 嗯 其實你聽完之後 你在畫的時候 你會無意中 躲避了那幾個位置 即是你會下意識 所以就 但是不要記 因為你一記的時候 你做出來的東西就會變成刻意 就不是自己的東西 喜歡明家分析 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 這邊